紅亞文化協會 在這個廣場或者經營動力士以來 算今年度的最後一場壓軸的演講 那這一場講座我想也有 不只是歷史性的一刻 也意味著更具有 這個跟森林鐵路的歷史有觀念 的一種呈現 那天冷科技公司 承接阿里山森林鐵路的整個百年的歷史經營 這個所謂的調查 之前也有分享過 他們有出了一本書 然後也有收集老照片 然後也有拍紀錄片 當然還有一些報告書等等 那在相關的地方都有分享 如果你白天到我們的旁邊有一個 農業精品館 那邊會有老照片的展示 還有另外有一區是 這部片的定時定期的播映 但是今天也算比較正式的一場花表會 導演因為不敵寒流 所以沒辦法來到這個現場 不過導演說他該講的都透過這個鏡頭分享 他特別邀請了另外一個協同計畫主持人 莊師之教授 來跟各位分享 那今天大概會從 除了這個片子來正式上映以外 會透過歷史學家 跟林務學家 兩個對話 一起碰撞思考 這個整個百年來的阿里山森林鐵路 或者百年來的阿里山 那我們一起透過這樣來做不一樣的思考和對話 那修身是不是我們會聽 吳東姐跟我們分享 咦? 我們這個動力式的計畫主持人 沒有看的人好 沒有,再接下來我們會聽 代表這個天文科技團隊 做整個阿里山百年的經濟發展史的調查的 協同計畫主持人 也是這次我們特別邀請了 算是歷史學家 莊師之教授 現在我們大家來分享一下 各位夥伴 大家晚安 晚安 那麼 謝謝主持人余國信先生 還有在座的金所長 以及各位夥伴 大家好 那麼 剛剛主持人余國信先生 他要我先開個場白 那麼 拋磚引玉 等一下壓軸是金所長 所以我在這邊 以這一次嘉義領館去 他委託我們這個團隊來進行百年 林業史料的收集跟研修 這個部分我來做一個大致的再介紹一下 那麼 我的部分我是負責一些 史料的研修 那麼這個 在我做這些史料收集的過程當中 我其實蠻好奇的就是 我們一般講阿里山 可是我翻遍了阿里山的阿里山山脈 沒有一座山是阿里山 這個就好玩了 那阿里山到底是什麼地方 那為什麼日本人來領台的時候 他為什麼會把注意的眼光 投向阿里山 有什麼樣的歷史背景 那終於呢 又加上他們國內的經濟 不是那麼的好 因為日俄戰爭剛剛在打 所以他國內的那個帝國議會 沒有核准他們用觀營的方式來經營阿里山 所以阿里山一開始是委託和民會社 藤田主來一個民營 那麼鋪鐵路上山 而且負責可以採拔阿里山的林業 可是過程當中不是那麼順利 那麼我想待會有空的話 我們再來分享下面這一段 所以我們團隊裡面 除了今天晚上我們要看這個阿里山的百年記憶 為什麼叫百年 因為1912年剛好是阿里山鐵路開通的那一年 第一根的原木從二萬坪就遇下山 那在我們的這個嘉義的火車站這邊展出了一個禮拜 那日本人在他們的國土裡面有兩種所謂的檜木 一種是花國一種是日本蝙蝠 那麼他們其實砍的也滿厲害的 後來發現台灣的這種 哇台灣這種紅塊跟台灣蝙蝠不亞於日本 所以他們就大量的拆發 那這個有它的歷史背景 所以我們今天透過這個百年記憶的這個影片 會用提綱切領式的 那麼用比較包括一些口述歷史的部分 那麼製作出來這個DVD 那希望跟各位可以分享 那也待會也請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給我們一些指教好不好 那我不多講 我們是不是把麥克風交給金所長來講一下 講一下 謝謝謝謝 謝謝莊老師 謝謝 謝謝 各位 沒有幾位 各位好 我姓金的 我是從事靈業研究 生靈研究的 那我來這邊站這邊是第二次 第三次喝酒第二次站這邊 有一次來沒有站這邊有喝酒 承認一下 那今天這個阿里桑也是 上面的森林是非常特殊的 全世界捷舞僅有 事實上值得我們關懷 也值得我們記憶 更值得我們保住 那今天我們大概忠心喔 莊老師會講這些歷史 這個歷史是很精彩的 也可以回想到我們在幹了什麼事 不是我 也不是你 是我們這群 你有父親有祖父嗎 這個時代經歷過了 不過阿里桑這個森林 事實上還有很多 我們還是可以繼續保護下去的 不過因為過去的錯誤就是放棄了 因為未來還有一代一代 所以我們應該非常非常的用心 很慎重的很尊敬的看這個阿里桑的森林 等一下我們還是要把時間換給主持人對不對 謝謝 謝謝 等一下我們再聊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欣賞這部 用欣賞兩個字其實也意味著 希望我們暫時性的拋開所有的承重 先一起來透過影片來閱讀這個百言的歷史 等一下一起透過兩個教授還有你 你我來一起對話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